好 我們接著早上所談 那個 我們談到這個 國中天人 因為他這邊有分天人跟菩薩之差別 那天人本身也具足了這個六神通 加上他也能注正定句 那這個是在這樣的一個 我們從我們因地所修 我們趁起過去的 因為前面我們也談到 要能聽這樣的法沒有胡得不可能 所以我們有過去的胡得因緣 加上我們今生的修學 而這個修學裡面又含了很多的善法在裡頭 所以我為什麼現在要講這個 就是說你今天到極樂世界感應這些功德 並不是平白恩事的 我要講的是這個道理 沒有那個平白恩事的都是如是因如是果 因為這個道理要一致 如果活以他的威德就可以給我們六神通 現在還有很多活 那為什麼不能給我們 那為什麼不能給我們 這樣就會违背了 就是活的慈悲不定 不是這樣 活的慈悲是在 但我們必須要跟活的功德相應 這就是我一直在講 就是他必須要是共的 前面講說 弥勒菩薩下身成火的時候 他一切殊勝 是因為人處在那個時候 也剛好是十善 修持十善 他叫做互相感應的 因為現在很多的說法 我們都太強調他力 我不是不相信 不然我們就不會來特別講 活的四十八月 但你如果一味的強調他力 不是自力的話 他力的話會出現一個 你太著重他力 自身條件不具足 會出現這個問題 你應該強調是因緣具足 所以少了他力行嗎 不行 那少了自力嗎 不行 總是因緣不具足 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談的時候 太強調他力 以至於我們本身該具足的 卻忽略了 那變成因緣不具足 那我們如果稍微強調自力的 變成說我們對佛沒有信心 這不是靠勃感情的 是靠修行的 不是勃感情的 是不是 你看過去的祖師大德 偶一大師 這些大德 經教通達 他們所談的道理 之前所談的道理 到現在所談的道理 你只要有機會多看你就差太遠了 很多核心的精神一直在退死掉 那也不得已了 因為眾生的更新 那是不得已 我們盡量 就是你不行 退而求其次 但我們知道 你如何具足上根福德 才能更有把握往生 對少部分的人 甚至應該講多的人 他其實沒辦法去具足更多的因緣 那我們就鼓勵 你好好念就好了 久而久之 就把這個當重要趣了 其他的本應該具足的 就越少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因緣 會導致雖然很多人修學 但真正能走的不多 我常講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這裡 一定數次就有修行的因緣 或者不會輕易就來到這裡 但也證明我們上輩子沒往生 對不對 那不然你怎麼在這裡 我成員再來 不像 看你那個糊塗樣子 怎麼會像是往生再來的 你現在也算 你現在才 你恐怕是在極樂世界 剛登記報到而已 因為你看四天王天 他一天我們就多少年了 是不是 那現在兩千多年 折算一下 才沒幾天 也就是說你剛報到 你怎麼可以回來 那何況那邊的算法 更是不同 如果你要能一下成員再來 當然今生大概已經是有 正果的能力的人了 正果能力一下去一下回來 一去馬上滑開見火 就無人就能油化他方 或許可能 那我現在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說簡單也未必簡單 已經夠簡單了 已經夠簡單了 已經夠殊勝了 你不要再簡化到 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但不能去啊 因為他還是要條件的 條件並不是你所說的那麼難 但如果沒條件就是不能去 是不是 他不難 但問題 我們就像 我們發個心有那麼難嗎 可是你如果不發心就沒有 你一旦發心 那個因緣絕對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講說 當我們現在把所有的道理合在一塊 我們在修行當中 只因為我們用了一段時間 其實像我們現在夠快了吧 一步進前前後後才用幾個小時 高興聽的話 一天不睡就聽完了 你何必計較那一天 反正你也輪回那麼久了啊 有沒有差那麼一天 你就一天聽一下 改變你的觀念 然後繼續念火 不一樣 可是心態不同 這麼一個心態不同 就讓你修行的感應 開始不同了 不是嗎 是 也沒有弄得很複雜 只是讓你開始 學會在世間 不是表面講得厌理 而要懂得智慧 去看清楚生死過患 看清楚涅槃功德 看清楚娑婆過患 看清楚淨土功德 因為這樣才能決定一心 所以你不能只是用你膚淺的心去厌理娑婆 你必須要用佛告訴你的角度 有含著苦疾 苦疾滅疾的那種觀念來看 人為何有苦苦 壞苦辛苦 你這樣看是不是符合苦疾 你又知道自己經常颠倒妄想 這是不是比較符合極地 所以你的念佛當中 自然就融合了四地的道理 不是嗎 其實有那麼難嗎 雖然一口氣要跟它完全相應 我們也不敢說 但分分相應可不可以有何難 而這麼一點點的一點轉彎 等於是把那個水管打通了 有感應到這樣 所以有這個道理 再回頭去看所有的 所有的這些功德 你就像早上講的 他不是光讓你羨慕 光你羨慕 就像我們說 他種樂透好難得 你要不要買 不大會種不要買 不是一樣 那如果是買了二分之一 你會不會買 買 因為二分之一 多買幾次一定會種 可是如果發覺 種的樂透好難得 但他是千萬分之一 算了 不買 所以有時候我們把境界講到 非常美 但卻跟我搖不可及 往生的意願就退了 我們很多人看不到這一點 好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 這個六神通 其實它的感應在哪裡 從你過去世所種下的 今生所累積的 相應於諸佛菩薩的功德 所以得以當時音言顯現 顯現六神通 我要講的就是 佛菩薩這一塊 沒問題 但其實這也跟你的功德 如此相應 這個有時候 我們因為有些經教 我們沒看不曉得 我們看那個十字皮菩薩論 裡面談的 因為十字皮菩薩論 本來要談十地 但談二地就沒完 談完了 可是你看那個初地 初地菩薩也有煩惱 可是一講初地菩薩有煩惱 我們反而更親切 為什麼 太神了我們就不敢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你看十字皮菩薩論 裡面龍樹菩薩講的十字皮菩薩論 在講初地 他也有他一點不遠 當然跟我們不一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講的初地菩薩怎麼修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在碰 我們現在的修 不是完全沒在修 換句話說 菩薩不是那個遙不可及 其實我們現在修 只要你觀念對方法對 其實你現在很多修行 是順向初地在走的 你只要看他的內容 你發覺 那我們也可以做 本來菩薩就是這樣做上來的 所以像我們在發菩提心 我們也發心要回路說佛 要度一切眾生 這個都是菩薩發心的 你現在都有 所以那時候我在講這部經的發覺 就是說 為什麼花開見火勿無聲 因為我們現在就在中 雖不圓滿 但已經在累積福德之量 所以我們之所以能感應到六神通 除了佛菩薩 阿彌陀佛成就了這個淨土的 這樣殊勝因緣 讓我的障道因也不深 但還要看我怎麼樣 我的過去所重的 包括今生所修的 如是因緣和合 在那個地方顯現六神通 所以我的意思 我要把這個修行拉到眼前 因因果果 每一分公布堂卷 都是具體可行的 再也不是只是一隻仰望祈求 但卻不知道路該怎麼走 我們希望發覺 如是因如是果 我這樣修 這樣的因一直上去 絕不擦開 是不是 不然我們很多念火的人 他只好不斷念不斷念 但不知道應該怎麼下手 好像懂 那只有不斷在等阿彌陀佛 給你回消息 只有等 那不是 因為因果很清楚 只要我這樣修 只要我的心不動搖 只要我對於這個世間 如是智慧觀察 升起悲心 菩提心 我這樣修的話 這個活的接引必然現前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 不再一直仰望著阿彌陀佛的事件 我講說不再一直 不是說一直只有等 而去看不到自己本身的作為 這時候你會轉過來 我深信佛陀所說 只要我這樣修 我只要願意 而如實修 我沒有懷疑 我不用再疑惑 我說是相信 卻是有點疑惑的在那裡觀望著 我現在是 佛必然皆隐 就我這一塊 如我能自欣欣欣了 我能清楚地厌离娑婆 發菩提心 這樣的走法 必然感應 所以那個心整個轉過來 我不是一直仰望 我只問我自己 因為活不上 不會放棄我 所以當你開始 越來用一種很踏實的心 在修的時候 你心也越來越笃定 你知道你那個笃定 從哪裡來 你知道嗎 你要記得這個原理 有 當你如實在厌离娑婆的時候 你自己本身身心就越來越輕安了 為什麼 不懶著 這才是感應之道 你一直用因身求 卻不從現實世間的 厌离跟菩提心的發揮 這時候你發覺你的身心只是急在一個地方 你並沒有如實地放下 所以就算佛還沒釋現給你 因為你如實地不斷地起悲心 菩提心 不斷地以智慧厭離世間 你身心的愛灼跟束縛 是不是自然減少 你的清安喜樂 不用活釋現 你早就有了 是不是越來越感應那一份佛法的功德 從這裏你會信心越來越去住 路是從這裏感應的 路是從這裏感應的 會是這樣的 後來發覺 那去不是理所當然了嗎 所以為什麼有些大德 他 我既然碰到兩位了 他事先已經前幾 他臨終是我去跟他送的 講一講後來走了 他其實往生前一兩年幾年 他已經預知了 因為走了現在比較好說 不然我也不太想了 他其實是在照顾納古塔的 納古塔三十年 他其實四千幾年 往生前已經幾次知道了 甚至納古塔裡面的很多眾生 還為他送行 有些居士來照顧他 結果中間睡著了 他起來 他說 不叫醒他 因為怕他怪 結果剛才很忙 因為他 這個老和尚真的是 腳都已經組織壞死了 像腿都挖個洞一樣 但他原來 他痛他的 我是我 他是他 腿讓他痛 就這樣 即便到最後 這些眾生都來送行 所以他也知道 那他怎麼說 要他註念 不用啦 你們念一念就去喝茶 那碰的都是這樣 不用不用不用 要念也隨你們 但你念完一下就好 一下就好 我一下是我的事 讓你們念是讓你們修行 我知道不用 那我至少知道的兩位都是不用 我意思就不是說那我們就不用 反正你自己走我不住念 這就這樣有麻煩 不是 我是你自己 你應該要篤定到 不要一直把希望寄託到活 寄託到別人的註念 是你自己心有沒有決定 活那一塊你不要再懷疑 自己清清楚楚走自己的路 應該在生前就做好這樣的準備 不要把目標一直移倒過來 一直在強調外在的助力 而不強調自己該具足的準備 所以其實整個佛法的關鍵 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但我們知道我們要好好用功 卻方法裡面缺少了一種智慧的透露 智慧透露到菩提心 智慧透露到厌一所谷 但有沒有多深 就像我們現在講 有一定那麼困難嗎 甚深的不容易 但試著從我們身心的體會當中 看到世間的一些虚假 慢慢認清主他而不愛著 這有那麼困難嗎 只是你不願意用心而已 是 所以這個才是感應感通之道 好 我們接著看 那國中天人 那國中菩薩 他的道理的殊勝在哪裡 他說第二十三院 供養諸佛願 赦我得佛 國中菩薩成佛神力 供養諸佛一時之情 不能辨知無量無數益 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確 就供養佛而已 當然這是國中的菩薩 供養佛能一時之情 辨知無量佛國 以前我們都覺得 那不是忙死 不會啊 網路現在一開不做全通 世間的煩惱網路 都能全通 那佛菩薩的呢 所以我說 也感謝現在時科技進步 化身千百億哪有可能 現在乾細胞不是慢慢往那邊走 我就開玩笑啦 以後說不定 人家把我的那個口水啊 拿去生一個大行 拿去放到檳榔攤裡面 我說 然後大行在賣檳榔 因為他們把我創一個出來 因為現在這種科技 已經慢慢都有可能了 對不對 不是有一個桃栗羊嗎 這些慢慢都是 從這些細胞裡面 跟我們原想的 就不大一樣了 你看這種世間 欲界 煩惱的 五濁地方 都能慢慢創造這種科學 你說 佛菩薩的境界 因為我們太固著在一個點上 我們不知道 那所謂的自在變現是什麼意思 好 好 這是一點 第二十四願 公聚隨意願 自我得佛 國中菩薩 在諸佛前獻其得本 諸所求欲供養之據 若不如意則 不取正確 因為你要去供養沒東西 你跑到了 對不起沒帶來 沒有 隨你心意呈現出來 這個是什麼 這是福德大 注意 其實淨土的很多功德 跟你因地所修的要配合 你能隨意具足 當然你也就是一種 隨意捨出去的人 你不止 才有 你不止 才能隨意得 注意 它是同樣的 你不执著才能隨意得 你要有所值 這不是塞住了嗎 今天你执這個不放手 那個東西來 你怎麼拿 當然你以不执就像禁止 以不直顧 所以引現一切影像 是不是這樣 它一定跟你自身的得有相關的 而且它的量之所以大 是因為你心也沒界限 菩提心 我們還沒成就真實廣大的菩提心 但我們現在是不是在發願 眾生無邊 思言度 煩惱無盡思言 我們的心也都是一直在學著 放大 眾生無邊 我們也沒界限 法門無量 我們也沒界限 所以這樣的一個學習 都是感應這些 無邊的 無量無數 這無量無數 不能用狭隘的心去感應 我們現在還沒做到 但我們卻在種這個因 所以我們在熏悉 所以至少你起碼 有一個種子 有一個資格 入此的因緣 因得以開發結果 但如果你連這個心 連這個種子都不種 五種怎麼開發結果 所以這個法門很殊勝 用你微弱的菩提心 用微弱的這一份廣大心 雖種下種子 但只要你願意種 我就給你田 讓它開發結果 淨土就是這樣 淨土 那你不要沒種子 沒種子 我連生都不知道怎麼生 所以這個是很特殊善巧的方便 男性吃法 但也跟有原則說而已 今天講很多人聽不到 連菩薩都聽不到 是不是 這個解脱因緣 必須有具足這個福德的人才看守 你認為我們現在是不是淨土很兴盛 也不過幾年而已 你說這一段幾十年 幾十年就一刹那 那麼多的眾生 那麼多的因緣法門 就算淨土法門 辛卡一千年也不過一刹那 就是你東碰西碰碰到這一千年 就碰到這一刹那聽到你去 吉他過了沒有 就這樣 一千年 一千年那是對我們來講好像很長 沒有 它很短 無量節輪迴碰到這一千年 其實也沒一千年 何況到處不一定 我是說假設就算連世辛一千年 何況沒有 是不是 就算一千年 就從無量節的角度來看 就是那一刹那 你就在那一輪迴當中 遇到那一刹那的一千年 終於聽法解脱 過了那一千年 刹那過去以後 沒了 不知等到和您和約 所以你今天遇到 那算你的福德 大家想一千年隨手你來 你不懂得珍惜 過了就沒 對啊 我們這一生學活的何其多 念活的何其多 刹那 戳頭過去的何其多 都遇到了 演念 那又如何 還不是戳頭過 是吧 你看我出家不長不短 三十 過了三十 那我們也看多了 到處各方面這樣走 也更加清楚 一個人能有機會聞法 而真實受用的 其實性不多 我們算是台灣 佛教算新生 那又如何 對不對 送來送去都快 差點被人家送過了 對不對 送來送去 不多錢 很容易 只生不像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 只生 好 接著 第二十五院 演說妙志願 是我的佛 國中菩薩 不能演說一切智責 不取真訣 所以處在這個環境裡面 在那種 從天人以後修成菩薩 因為花開見火 不斷修學 我身在那邊 為國中天人 後來我慢慢修學 成國中菩薩 從此以上 因為他沒三二道 我就一路這樣一直上來 從此之後 以那邊悟無聲 當然是能演說一切智 為什麼能演說一切智 又有原因 如果你就像 楞严經裡面 消我一劫顛倒想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你不能正面對 緣起當中 看到一切法的真實相 如果你能看到法的真實相 一法即一切法 是不是 你如果要知之默默地學 你要學到何時 你只要看到一切法 他就是說 一切身心世間 無非是我們那一份 如來仗所顯現的 但眾生當面錯過 卻在哪裡止 那我只要告訴你 如何行 是不是就一切妄想處 知一切妄想法的根源 所以我既能遠離一切妄想 是不是也同樣可以說 一切妄想因何生因何滅的法 是不是 我們說法不就要說 環繞 說苦 然後說 解如何断苦之法 就是法 我如何來 我知道如何去 所以我們不是那種 要學得零零碎碎 掌握佛法的核心體的時候 其實同時可以貫穿到一切法 這個就是 國中菩薩能演說一切自成 所以國中的菩薩都有這樣的智慧 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我覺得你想笨都笨不來 都是這樣的環境 我們在我們學習的環境裡面發覺 很有意思 其實周邊的善知識 同行善知識 各方面其實都很重要 只是個人進步快慢不同 但如果在一個環境裡面 不斷如法修學 無形中自然感應 為什麼他就天天看到的 聽到的 聽到的 說的 你想歪都歪不了 是不是 如果大家都是這樣親近 你要跟他混 他也不想跟你混 你要跟他爭 他不跟你爭 他所表現的是親近 我的意思 我們先不要把它用得很抽象 就比如說 假如我們一個環境 一個生團 不是說每個人都偉大 但如果大家維持一個起碼的親近 是不是小煩惱也許有 但大煩惱不大會出來 為什麼 因為沒這種煩惱機會 我們用這樣的類比 所以在信徒裡面 沒這些煩惱 你要起煩惱的因緣難找 好我們看下一個 第29願 誦經得慧願 這我得佛國中菩薩 若受讀金法奉誦此說 而不得便才智慧者 不取正確 跟下一個一樣 相關 第三十願 慧便無限願 這我得佛國中菩薩 智慧便才 若可限量者 不取正確 我為什麼還放在一塊 因為它都相關的 一切智 是得便才 而且便才無量 理由在哪裡 我就用簡單的一個道理 我常舉例的 我們在座的 會不會加減乘除 會吧 你有沒有算過世間 所有的加減乘除 沒有 我現在再出一個加減乘除 你會不會怕 我出一題 你沒算過的加減乘除 你會不會怕 那就加減乘除 還要怕 是不是 我沒算過 但道理還是一樣 我就開玩笑就說 我明天要出一題 很長很長的加法 你沒算過 你今天晚上 你沒辦法睡了 完了 我照睡 只是我算慢一點就好了 那我還不加法 你碰到加法 你會怕嗎 你一定 無怪故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睡覺去 為什麼 會了不是嗎 那你說你有沒有算過 一切字 一樣道理 沒算過也會懂 然後算的時候 會不會變才無愛 變才無愛 就這樣加就上去 那麼長也會 就是連上去而已 有這麼好愛 就懂了還有沒有愛 就這樣 所以 我們如果了解法的特性 雖然法有種種法 心生種種法生對不對 但我知道 心生種種法生 源頭在心如何生 法如何生 即便心生種種法生 皆不可得 所以皆不可得 因因延伸其各有不同的象徴 我們千變不離其中啊 所以掌握這個原則 活用到一切法處 所以在菩萨 不是得根本智之後 開始生起後得智 從後得智 既掌握一切法體的中心 然後就變觀一切法的差別 那個智慧是不斷展現出來 又能不執著 又能善觀一切差別 就像唯摩結晶所說的 善分別諸法相 予以第一意不懂 是不是這個道理 這是不是就一切字 是啊 這會不會變才無礙 變才無礙啊 會不會惶恐 哎呦下去出這個題目 我跟人家做個準備 萬一他出什麼題 我就會亂掉 不會 你放心不會 你出再多的加法減法 我照算 我睡我的 我無怪的 是不是 所以當你掌握到法的時候 法再怎麼變 你會不會惶恐不安 不會 就是因為學法的一個核心點 它的特性在此 第28月 色我得佛 國中菩薩乃是少功德者 因為功德還是有大小的 但不管功德大小 不能知見其道場術 無量光色 高四百萬里者 不取真解 我們現在 這裡面雖然大家認知不大一樣 起碼的觀念有 一樣的道理 我們雖然每個人的身體不一樣 但起碼身心的受用 有 雖然我有眼視近視 看電視都可以 都多個戴眼鏡而已 但不管你眼睛看得好不好 電視絕對看得到 可以吧 只要你不瞎眼 只要你 你就算少功德者 照樣可以看電視 是不是 你也到場術 其實你要知道 那個也是 由我們身心感應的 像我們現在 就算老太太也可以打手機吧 可以啊 起碼的配備 也就是說 他的福報感應到 這個地方 這樣的道場術 因他 由他受用 這是這樣感應到 這個淨土裡面的眾生 必能受此恩德 因為他的福報 他的所有 你看再接著 他是一樣的 第四十願 述中献叉怨 色我得佛 國中菩萨 隨意欲見十方 無量炎盡佛土 因食如愿 以保述中皆息召見 猶如明鏡 賭其面相 若不而者 不取正確 是不是同一個 你一定會有看到術 而由術當中 看十方無量炎盡佛土 其實這個願 是不是也放在一塊 可以啊 所以這裡面 你看哦 再過來 第四十六願 隨願文法願 色我得佛 國中菩萨 隨其志願所欲文法 自然得文 若不而者 不取正確 他都能隨見十方 而且隨化 由化十方活土 他文法當然也沒障礙 所以我們講成很多願 其實你發覺 其實也可以關聯成一個 像關聯 是不是都關聯著 有這個功德 有這個功德 這個功德 要成就就不難 有這個功德 成就這個功德就不難 一樣 所以 在這個地方 他隨時聽文法 他可以得其意 是不是 得其辩才 那他聽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能隨時自以其十方活果 聽文教授 所以他不是光極樂世界 其實極樂世界很多的價值 其實我發覺很多地方是展現在這個地方 他是開放的 路易活果成就死放活果的意思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到極樂世界 那我們能到東方 阿彌陀佛 你看清楚 才東方 東西南北方 隨便你去 有的人就分 我念 我很想到要師佛 到那邊這樣會不好意思 我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這樣 你又去跟要師佛道歉 我說 這個佛就說 我們這些弟子怎麼老是在那裡分 沒這種事 其實你當道 所以我們說 求生進度回路說佛 不知回路說佛 不是光回路說佛 回路說佛是 因為你現在說佛 所以你發這個願而已 你能錄的不是光說佛 菩薩量不是指現在 你現在處的說佛 應該是油化十方 普度一切忠誠 只是淨土的這個核心處 所以很多人 我們就看一點看一點 但我們不一定把它連結起來 好 所以這個願有這樣的 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願 都是成就的 都是成就的 所以我就說 其他就不多說 我從願裡面 顯經典裡面的果德 因為它已經成就了 所以我就不另外再 解讀經文裡面 現在的極樂淨土多好 就是如焰選現而養 所以這是國中菩薩的道理 這是我們很重視的 就是身心的受用很殊勝 最重要的是 這個修道的因緣很殊勝 我們旺的就是這一塊 是色重殊勝 以色受國中無量生文功德 就是說這個淨土 它能色受 什麼樣的眾生 那第十四願就 生文無數願 色我得佛 國中生文有能伎量 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眾生 西成圓訣 以百千戒西共計較 知其數者不取真訣 那多大 也就是說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 西成圓訣 那智慧很高了 他們一起來算 算了百千戒都算不完 我們現在都很難去想像這樣的量 所以這個量 這個量應該怎麼分 我們在佛法裡面 經常疲譽很多量 讓我們無法適應 其實好像太吹牛了吧 像金剛筋裡面 算數疲譽所不能舉 就是說 你就用你所知道的數的單位 去想都想不完 你看他這裡講說有多少 我最喜歡舉的那個金剛筋那個例子 那是 橫河沙有多少沙 那怎麼算 橫河沙的沙一一乘橫河 你注意不要聽錯 橫河沙的一粒沙代表一橫河 那這樣有多少沙 那就更不知道怎麼算了 光一條橫河就算不完了 還有橫河沙的橫河沙 橫河沙的橫河沙 不知道 那還沒完 還沒完 所以我一一沙 為三千大千世界 多大 那就不知道 那還沒完 七寶充滿 多少寶压死你 我真的沒辦法算 就在我們對金剛筋的一份體會 功德勝過 就勝過這樣的公养 所以有人有病去洗身 問我說怎麼修 就這樣修 躺著都比我們站著人修得好 你知道嗎 如果你從世間身心的苦痛 去感受到我像人像 眾生像受者像的虚假 若見諸像非像 不是那個很抽象 是感受 虽就是我 但身心何等不自在 在這些被我所用的身体 皆無非我能所控制 我這個我 其實不是很能知的依賴 從這裡慢慢去感受 我像 其實虧究竟像 你就躺著 從你的苦當中去體會 從你苦當中去感受 我的身心 從過去現在 未來的心 是如何生命不安穩的妄想 讓我不斷輪迴 你開始針對這些像 而看到他的虚妄不安穩 那不是若見諸像 開始往這邊走 功德多大 你躺著都比我們修 一大堆的人功德大 我想要聽盡文法 不用躺著就可以了 但你要如法 我們如果躺著去埋怨 那為什麼不躺著去覺悟 用大力啊 你轉個念頭 你那份喜慎 是不是也就是 你的解脱因緣 你擺脫不了 你每個人的生死苦痛 都是擺脫不了 有智慧者利用他覺悟 沒智慧者繼續受苦淪迴 一樣的道理 是不是 所以他量多大 然後我們這樣回頭 他的量多大 我們不是這樣說 周辨法界嗎 因為 我們就先從事前了 光我們這一塊地 裡面有多少眾生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說 光我們這一塊 那如果再看 這個地球裡面的 每一塊圖 每一塊眾生 誰能算出來 光地球 還沒講三千大千世界 可是為什麼 這個金鋼琴講 如掌中阿摩洛果 他為什麼清楚 一切相不如不離子心 子心生滅 能生一切相 是不是 好 所以這個相裡面 我們可以 就是說 指相無量無邊 以有限智慧 無法側渡 無量無邊的法相 沒辦法側渡的 所以你說大 你說那個極的世界多大 你就看我們這裡多大 我們這裡也沒多大 可是光眾生就裝不完 你就不知道多大 對不對 我們這裡才多大 可是我們光這裡的大 裡面的底下的眾生 你就算不完了 那極的世界多大 光道場樹四百萬耶 哇 那多大 是不是 我們講說有那麼大的樹嗎 有 我們講說那個樹多大 你現在到外面看一棵大樹 把自己當螞蟻看它就知道了 現世間有沒有螞蟻 有 樹有沒有 有 只是因為我們用人看樹 你試著用螞蟻看樹就知道 它連樹端在哪裡都看不到 螞蟻具體在 螞蟻具體在 樹具體在 換個角色一看就知道 什麼叫道場樹了 所以有時候我就站在一個小地方 我把自己放小再看 集結世界的樹 哇 那麼大 那我們因為身心小 所以我們處處被我們的認知給礦住 所以連想像都難 對一個很狹隘的人 他其實對淨土的功德無法比亮 所以為什麼要大家趕快用功 當我們自己慢慢在修行上 有一眼感應的時候 你開始感受到 你開始不受現在的感官知覺影響 我也很希望說大家念佛念到 非常清安喜樂 由這個清安喜樂 你就會紛紛證明 其實 我們這個禪定本身叫聖知聖見 所以聖知聖見就是說 他能不受我們現在的習慣 而能聖知聖見 很殊勝的知 很殊勝的見 你會開始有經 有開始嘗到 原來我們不必然受現在的認知 认知束縛 你只要有一次去突破這樣的認知 你就越來越大胆了 越來越有信心 在你一直都受世間習慣 你沒有改變你的世間習慣 你一直用同樣的世間習慣在修行 你的視野永遠跳不開來 所以一直希望說大家在修行上 有幾分感應的時候 從此更有資格去比量佛聖身功德 所以這個算不完 眾生無邊 只是我們現在處在這個時代都好 在古時候人更難 現在你看 世間多大 我們現在都有太空船上去 用太空船來看宇宙你就知道了 這不是眼睜睜呈顯在我們的眼前嗎 宇宙多大 不知道 這才是什麼世間而已 我們只能看到地球 這麼宇宙這麼大的地方 一個小星球裡面的眾生 我們都不知道 何況這麼個宇宙有多少眾生 那更是不知道 就是這個 所以但這個地方能射受這麼多的眾生 國中生文 修生文的人 都無量無邊 再過來 他方眾生光處受用功德 因為他射受眾生有一些功德 特殊的地方 第三十三願 蒙光柔軟願 色我得火 十方無量不可思議 諸佛世界眾生之類 蒙我光明促其身者 身心柔軟 超過天人 若不合者不取正確 我們不一開始 國主殊勝的時候 他的光就是變死了 因此 我們如何感通 我的意思 千萬 不要以為 因為實際上 這一方面 倒是很多人就受用了 其實很多人在修行當中 就感受到一種活光加持 就 這一個方面就多了 就多了 有時候我看到 菩薩他們 在用功的時候 就感覺整個房間都光亮起來 半夜 他們以為開燈 結果一看 後面的火香黃光 他們沒睡覺 他們正在念火 半夜 偷偷爬起來念火 一念念突然開燈 他說完了 一定被抓到了 準備被罵 怎麼都沒罵 今天怎麼那麼好意 好心沒罵 結果一看 房間都亮了 但沒被罵 他想這 開這個燈完了 一定被抓到 結果後來看 沒開燈 是 火香黃光 在他們的燈 他們就感覺整個房間突然亮起來 所以我們 有時一時清靜音源 就開啟這份 跟活的相應音源 所以我說 我早上就講 不要用你的煩惱遮住光 活光本來就披照在你身上 是你不自覺 所以你當以佛法的清靜心 以這一份具足眾善法的火好 讓你的遮蔽拿掉 所以當你用這種音源再感應活光 那這個身心更加柔軟超過天人 這個也是比你自己修行有感應 所以我一直在加一個觀念 不要用你的拾取世間的心去感應佛光 應該以放下世間的貪著心來念佛感應佛光 所以你同時放下 同時感應 同時感應相互增上 身心柔軟超過天人 因為天人的放下 不過是用相對善放下执著 但我們修的是用智慧心放下 對世間的貪著妄想 所以當然超過天人 是不是 這都是如是因如是果的 不是嗎 所以我們在念佛的時候 如果用這樣的心來稱念 你看 我還是一直提醒大家 你現在試著你念 你念當中帶著一種 無比的歡喜的皈依 同時帶著內心對世間的覺悟 同時看到這身心 看到這個世間 看着這世間水友如是像 但也刹那生命留不住 我已對世間的覺悟 乃以對佛法究竟的歸於 我了解這一點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但問題不同 是 這裡面一點餘子都沒有 這一點就容易感應 是是不是 轉個彎而已 加几句话就OK了 好 我们接着 他方众生文明受用功德 因为我为什么要讲 一个是国中 一个是他方 就这些人 这些众生 他不一定在极乐净土 但即便远在他方的众生 只要文明还是受用 第三十四愿 文明得人愿 好 我们文明 文明以后就种下了怎么样 种下了得无声法人 诸生种词的种子 也就是因果成熟时 必能独自果报 我们现在是不是听到了 但这个听还是要留意一下 我避免让他弄得大家有时候会模糊 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个道理 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用这个几个方面讲完 你对阿弥陀佛的功德 乃至我把四十八愿讲完了 你后来听到阿弥陀佛 这个跟你完全都不知道阿弥陀佛 不然你去跟世间人老外跟他讲阿弥陀佛 他只会四种因 因为他没有任何皈依的念头在里头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法无之心 他生起的是什么 生起的是一种对这个火的认定 即便就有闻名字 所以我们经常就 名字让他得一点对佛的皈依 那种尤其是对佛的这份慈悲广大 佛从法障比丘到成就四十八愿 我听阿弥陀佛这个心 一路就跟你的里面的这个佛性相应 所以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必须以声音生起法 所以我们也给这个名号 呼吁更清净的内涵 所得的感应就各个不同 所以我们今天众生的智慧不大一样 有时候有些众生听能懂 有些众生听过不一定有用 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讲 他没有任何依归依法 他只是一个空洞的声音 因为我们现在有的人 会一直以为这个声音可以 那这样的话到最后 我们的这个声音 第一个 比如说我讲阿 我再也没多久 弥陀佛 因为这个在经典友谈 他必须是连接的 而且他必须要有他的意涵 所以如果我讲阿 你也听到了 我隔几秒 你都听别的声音 玩弥陀佛你也听了 然后又中间差很多声音 阿弥陀佛你也听了 佛也听了 有没有 声音都听到了 只是因为隔太远 忘了把它凑成一块 好 这个声音完了 如果对你来讲 因为我们必须要 心生万法生 所以这个活的意义 阿弥陀佛 这个意义 不一定要多生 但如果能生起 这是活的意义 所以在一个阴身里面 可以含长很多意义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妈 一句 但对你来讲 是不是有很多意涵在里头 我虽然不一定了解佛法 但在活的概念里面 它是一个觉悟者 活 这句就意义不同了 如果你没赋予它一点意义 它变成空的字而已 因为它是带原生的 那我们要带什么 带它一份亲近意在里头 所以如果他方的众生 能听此阿弥陀佛的音声 它必须种下 就近亲近的众生 所以我们经常会把那个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做 只是一直在强调音声 却忘了如何呼吁它 更亲近的遗憾 这时候就会变成 跟那个外道外相近 所以音声有没有用 有 但我们要用现实当中 有时候我们听过 有听没道 一样 但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说 你能一直阿弥陀佛这个遗憾 而取其音声 就是听到光这样 结这个缘 种下这个种子 都必能成就 都能成就这个音缘 所以我们不是光只是 一直把音缘 因为我们现在太多 只强调音声 一直在强调到 变成活法开始走偏调了 所以我们在教化当中 有的人听到音声 除了听到音声当中 我还要 你好好念头 但我随时的不断在赞叹火 我要让你的音声的内涵 越来越加重 越加重 八四田中的种子 就越来越成熟 如果你一直简化简号 只剩音声 而没有活意 只有剩声音 而没有活的内涵 它是阿弥陀佛 无量光寿 功德唯唯 这个意涵 光听名声 这个法意是不是进去 这就是阿弥陀佛讲 依如来意 依如来正法 如来意 如来正法 是这样的 所以虽然我们音声的 如来意还少 但毕竟有如来意 如来正法 在这个名号里头 这个就成为菩提种子 好 我们休息一下